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妮格 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我们要去全世界最大型的星巴克 就正在东京 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 可是天气在这边的话还是有点热 就是有太阳的时候的话其实还挺晒的 我们是从涉谷慢慢走去了星巴克 大概路程的话是15分钟啦 这间星巴克的话其实是今年2019年才刚开的 听说是全世界最大型的星巴克 在日本的话用谷歌地图的话就很好找路 因为它的方向其实很明确 大家我们到了 就在我后面 这边 超大型的 这边的话其实是四层楼高 听说的话在这边刚开门的时候 确实确实很多人 可能今天是凭日的关系 再加上它已经开幕差不多 人整超过半年了 所以人才会稍微比较少一些 我们进去看看吧 进门的话其实就会嗅到浓浓的咖啡味 一层楼的话主要就是它的特质咖啡 之后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角落其实是卖面包 大家在我身后的话 这边就是现炒的咖啡豆 超小的 大家这里就是大到恐怖 就是你都不懂从哪里开始吃 第一楼的话我们应该先点咖啡 然后第二楼的话就去喝它的提巴拿茶 大家我们点了餐后 就是在一楼的话它就会给这个铃铛 一个铃铛就会响 之后你就会知道来这边领取你自己的食物 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有这个铃铛的话超方便 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坐下来好好的享用 其他的东西可以到处走走 再看看你要点些什么 这边很贴心它有自来水可以供饮 这样的话喝起来就会太腻了 大家其实一楼的话其实是最满的 因为它不单单有卖桌面商品 它还卖这个料 就是每个咖啡或是它的特质咖啡 都是在这一层楼 它还有卖小蛋糕 有另外一个位台可以点用的就是它的面包 面包的话你就拿另外一个号码牌 所以等待时间是不同的 大家第二层楼的话其实就是提巴拿就在这边 就是星巴克自己制作的一个茶的品牌 之前我在新加坡的话也喝过它的抹茶的提巴拿 就我觉得它的抹茶其实还挺浓的 就是很超赞 但这个的话就用提巴拿做成的一些糕点 都可以在那边找得到 大家好 现在就在二楼的观景台 看下去的话就 靠窗的周围都是在第一楼 这边的话就是卖一所泡咖啡 楼架还有卖一些糕点 等下楼的话就是一个park 所以其实这个提巴拿是有卖酒精的 三楼的话这边还可以坐在外侧 好多好多的名字 我的朋友不懂跑去哪里了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来到了第三楼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八台 其实这边的特别的就是 它的酒精里面是有餐咖啡豆的 而且还是星巴克自制的咖啡豆 我们再上去第四楼看看 我超喜欢星巴克的味道 因为它只有那种浓浓的那种咖啡味 所以续续往上走 来到了第四楼 就是它的顶楼了 第四楼然后这边的话 偶尔会举办一些小型的课程 就是教大家怎么欣赏咖啡 大家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咖啡飞起来 好漂亮哦 这个超文青的感觉 它的就是以木质为主 地板是木块 给我桌椅也是木 所以大家我们现在坐在的三楼 坐在这边的话 其实很舒服很漂亮 看下去的话 你会看得到就是下面的景色 可想要知如果到了春天的话 可能会更漂亮一些 因为就有樱花的诞生 这边的话其实它有 这里有独特的一个星巴克卡 是一张费卡 但是一张超贵的 其实算是我一生中 买最贵的星巴克卡 5000日币的话 其实是新加坡大概是65块新币 它里面会有1000块的储存卡 不过是只有4000块让你花 大家我们先来喝一下 咖啡 这个咖啡的话 其实是这边限定的一个口味 它叫做奶油拿铁 好香哦 还有那个奶油的味道 哇 简直有点像去到那个 哈利波特世界喝的那个奶油啤酒 嗯 好好喝 奶油的味道 甜甜的焦糖的味道 因为妮可只点了一个 爱死拉铁 就觉得有点普通 我来这边的话要体验一下 这边独有的一个口味 好喝耶 有点像butter beer 大家我们先来try的就是 第一楼的那个蛋糕 它蛋糕的话有提拉蜜酥口味 还有一些就是柠檬口味的 我就点了这个 这个是rexberry酱 看起来有点像草莓 好好吃哦 它的味道不会很腻 吃进口里的话 又有那种绵密绵密的感觉 我们现在吃一点咸食 它也是在一楼 就是贩卖面包的那个柜台那边 里面加了很多知识火腿 还有一些蔬菜 影片就到了一个段落咯 喜欢这个影片就在下面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或者是追踪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查看我的最新动态 好 下次见 拜拜